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 2024年3月5日星期二 欢迎来到财经内演 那么今天这一节目呢 首先和大家聊一下 昨天结束的这个两会啊 米强的工作报告 可以说热度了 比以往的总理是降了不少 因为没有会后的答记者问啊 所以显得非常之寡淡 就算如此来可以说 这个工作报告啊 也是漏洞百出啊 笑话百出啊 网上昨天也有很多人呢 深爬米强的这个工作报告 那么我们首先看看呢 这个工作报告做完之后啊 这个李强说 他说过去一年所取得的成绩 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的指引之下 那么这个表态啊 基本上把我恶心到了啊 然后我发到了贴吧里面去啊 评论区里面去了 很多网友也觉得是非常之恶心了 可以说在中共的历界里面啊 总理基本上总理基本上算是二把手啊 还是具有一定的政治独立性的 像李强这样赤裸裸的来吹捧习近平 吹捧到这样一个份上 让人基本上是非常无语了 感觉到恶心到了极致 那么这意味着国务院的独立性是完全没有了 李强作为一个总理的独立性也完全没有了 未来的经济啊 就全部听一个小学生的指挥了 开到沟里面去还是开到河里面去啊 基本上就是由他一个人说了算 所以这样一来呢 就显得呀 大家对中国未来的经济更加之悲观 当然李强这样来吹捧习近平呢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啊 他说过去一年所取得的成绩 根本在于习总书记领行掌舵 后面就不说啊 这样的表述啊 基本上也可以这样理解啊 就是过去一年所有的成绩 所有的好的和不好的 全部都是你习近平领导的 对不对 不管是好是坏 都是你的和我没什么关系 反正我就是执行你的指示 执行你指明的方向而已 那么至于具体 大家要去骂 要去谴责的话 你就去骂习近平好了 从这个角度解读呢 也是一种甩锅的行为 甩锅到习近平 所以李强呢 可能还是个高人啊 看起来非常蠢 非常逢引 非常拍马 这样一个小人 但是实际上呢 可能呢 还算是个高人啊 因为你既然你想定于一尊 你想要指明方向 你想要亲力亲为 亲自指挥 全部都给你就完了 你的功劳是你的 过错也全部是你的 当然肯定是不会有什么功劳了 中国的经济 中国的内政外交搞成现在一个样子 有什么功劳可言呢 所以基本上是一个甩锅的讲话啊 而且你强制水平的确实也不咋地 那么他在讲话的时候说 中国未来的经济可能是乘风破浪 未来可期 本来要说未来可期的 结果说成了 后会有期 当然了 马上改口啊 显得非常的拙劣 显得这个人的水平呢 确实也比较低啊 那么他这样 是不是对未来中国经济的一个暗示了 后会有期 基本上就是拜拜的意思 中国经济彻底弯弯 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啊 当然了 这是零艳的一个解读啊 那么这次工作报告了 把中国的今年的GDP的增速啊 定为5%啊 那么我觉得是定高了的 5%肯定实现不了 人民币如果一旦大幅度贬值的话 那么很可能就是负的 当然中国有神奇的统计局啊 这个就不用我们操心 那么中国今年军费的开支啊 是同比增长了7.2% 是超过GDP的预期的啊 是否是中共呢 想在台海上做出这种施加压力的一个表示 对台湾 因为军费啊 大幅度的增加 只能是用于台海战争 对不对 所以这样一解读了 这个报告基本上也没什么亮点 加上会后也没有答记者问 所以非常的寡淡 也没什么好说的啊 那么今天呢 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啊 就是最近呢 有一个新闻啊 就是央行的负责人说表示啊 可以通过银行的柜台的渠道 高效的将居民的储蓄 转化为债券的投资 增加居民财产性的收入 那么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消息怎么样啊 反正我的几个会员群里面啊 大家把这个消息的截图啊 都在转发 基本上都炸开了锅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在中国债务大规模违约 而且地方债 在基本上大规模失控的群体之下呢 那么中共啊 把这个主意打到了老百姓的养老钱 保命钱 这样一个储蓄存款上去了 忽悠大家用储蓄来买政府债券 大家想这样一个招啊 基本上是非常之坏的啊 那么一旦如果玩砸了的话 老百姓呢 可以说死无葬身之地 就是这样一个结局 我们知道上一次提财产性的收入啊 是在股灾之前 说四千点是牛市的起点 要让大家增加财产性的收入 然后2015年啊 就发生了股灾千股跌停了 而且大家很多的账户 基本上都消灭了 很多人的资产都是腰斩菜腰斩 基本上很多归宁了 所以上一次提财产性的收入啊 让大家记忆有心 现在又提这个财产性的收入啊 就是忽悠大家来买债券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只要他提财产性的收入 基本上都不是什么好事 中共啊 他不可能给你什么财产性的收入的 唯一想要的就是得你的韭菜而已 众所周知啊 他储蓄的本质啊 其实就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一种预防和保障 所以才需要储蓄 需要存款 对不对 而债券投资呢 他又意味着对风险的承受和收益的一个期待 因为债券不是你买了 就稳定能获得收益啊 你债券的价格还会跌的呀 如果你买长期的债券的话 你撑不到五年 撑不到十年 债券的价格跌了的话 你只能低价出售你的债券 所以存在着这种叠价的风险 让普通民众呢 储蓄转化成债券投资 无异于啊 是剥夺了他们在面临着生活变故时候的一个安全店 请问呢 大家想想 如果普通人面对着深闹病死 儿女留学 读书 出国 甚至是什么意外啊 他们手中的债券是否能及时变现呢 比如说你现在买的是中国政府的十年期的国债 但如果中途需要用钱 要把债券卖出去的话 那么这个债券很可能呢 跌了百分之二三十三四十啊 都是有的 你必须要撑到十年 你才能年本代息的赚回来 那撑不到十年 你的债券折价了 就是你的亏损了 可以这么说啊 所以如果发生了这种意外呀 老百姓他变现是来不及的 但是如果你有存款 有储蓄的话 他变现就非常容易 到银行一提去就可以了 是不是 所以先给大家普及一下债券的基本知识 那么债券呢 是指政府 企业 银行 等等一些债务人呢 为了筹集资金 按照法定的程序发行 并向债券人承诺于指定的日期 还本付息的有价债券 按照发行主体的不同啊 分为利率债和信用债两大类 利率债指的是国债 政府债 央行票据 政策性银行发行的金融债等等啊 那么就是找你借钱的人呢 可以说是国家 是政府 是央行 等等一些大型的机构 那么这种债务呢 他相对来说 违约的风险呢 就比较低 但也不是没有 万一政府破产了呢 比如说现在像云南 昆明 贵州 很多地方政府啊 连利息都还不上 都在借薪还救了 可以说很多地方政府实质上 都已经破产了 那么你买的他们的地方债啊 很可能面临着年本代息啊 全部都亏进去的可能性 所以说你不要只看着他的利息 但是他看中的是你的本金哦 这个风险对你来说是更大的 买地方政府债券风险是非常高的 那么万一政府赖账了呢 那么你就要承担十大十的亏损 当然呢 还有的利率风险和通胀风险 这个简单的解释啊 就是利率下降到某个程度 那么债券的利率啊 就会下降 收益就会下降 甚至是没有利率的收入 甚至呢 因为通胀的因素 实际上到时候啊 你可能只会收到百分之几十的一个残值 损失会非常之大 那么企业债呢 它就属于信用债 一般呢 都要在法定利率的基础之上啊 叠加企业的信用的风险 比如说啊 法定利率是百分之三 那么它的债券利率啊 就要达到百分之六 百分之七 因为它要提高这种收益率啊 对这种风险做补偿啊 补偿给购买者 否则就没人买了 对不对 因为风险肯定是对应着收益的高风险 对应着高收益嘛 那么你正常市场上已经有百分之三的利率了 你企业债 而且还有更高的风险 所以你要提高这个利率 才有人愿意买你的债券 那么这个信用债风险也是非常之大 即使是所谓的国企 他们发现的企业债啊 也是充满着风险 会发生到期无法赎回的情况 那么这个不解释 新闻很多啊 大家可以自己看看 即使是企业没有爆雷 那么你的风险其实也是不小的啊 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买的企业债利率是百分之六 但是有一天呢 你想用钱 想卖掉手中的企业债 但是现在市场上的债券利率啊 普遍是百分之八 你如果不打折扣啊 是不会有人来买你的债券的 所以呢 你会有很大的损失 其实啊 我也是非常讨厌向央行的负责人建议的这种方法啊 在我看来呢 这基本上是他们情侣既穷后 一种收割老百姓的手段 因为地方债都失控了 发行再度的债券呢 都是为了还本付息 对不对 那么他发行债券 市场上需要有人来买呀 找谁买呢 政府没钱买 然后企业也没钱买 然后呢 只能找到是居民 找到大家的存款 用这个存款来买地方政府的垃圾债券 当然央行是不可能无限制的印钞来买这些垃圾债券的 那是最后一步啊 如果把所有的渠道都用尽了 所有的搜刮手段都用尽了 那么债券呢 还是没人买的话 最终可能就是央行开动印钞机 五毛印钞来发行债券 那就意味着中国的货币啊 大幅度的变值 然后呢 中国的货币洪水啊 会滔天的一个时候 不到那一步啊 可以说 中共是不会那么做的 一那样做 证明他的政权呢 就岌岌可危了 所以现在还是想用市场上现有的资金来购买债券 然后现在打主意 就打到老百姓的这个存款上来了 可以说 疫情三年呢 中国老百姓的存款呢 是增加了不少啊 因为以前呢 在市场上都有很高的杠杆 后来了 很多老百姓来出值资产 然后把钱变现 放到自己银行账户上来去 就是降低杠杆嘛 因为也没有赚钱的机会 所以把钱存起来 觉得是最安全的 至少能保本嘛 所以很多老百姓都在存钱 都在减少房贷 都在还房贷 这样一来呢 对中国的经济可不是好事 但是呢 你的存款呢 还是被盯上了 可以说 现在中国的经济形势啊 是非常之严峻的啊 外贸啊 坍塌了 你看对美国 对欧洲的出口 对日本的出口 这是中国主要的出口地啊 就算对俄罗斯增长几倍的话 以抵不上 对美国出口下降的一个零头啊 美国才是中国最大的金主 最大的客户 但是中国现在把美国彻底得罪了 搞成了一个敌人 然后外贸熄火之后呢 投资已熄火了 因为外资不进来了 对不对 香港的资金不进来了 香港已经垮了 然后呢 和台湾搞的势同水火 台湾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了 年年是急剧的下降 可以说 这是两块啊 启动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资金 一个是港资 一个是台资的 当然还有后面的日资 还有美资 欧资 对不对 基本上都是支撑中国三四十年 强健发展的资本助力 但是现在把这些投资 全部都搞戏火了 别人不到你对投资了 而且都在撤资 甩卖你中国一切资产 甩卖香港一切资产 那么你基本上就垮了嘛 投资细活 然后消费啊 当然不振了 因为没有投资 没有外贸 中国的企业都垮的差不多 然后老百姓呢 他的收入不行了 就没有消费嘛 这都是一环扣一环 环环相连的 所以违约的风险 利率风险 流动性风险等等 各种风险 就非常之高了 所以中国现在到处在爆雷 因为实体经济不行 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不行 所以到处就爆雷 到处失业 现在啊 引导普通人 把储蓄变成债券 让缺乏专业金融知识 和风险识别能力的普通人 直接参与这种危险的游戏中啊 无疑是将他们置于一种 任人在割的禁地 即便是不发生大的风险 那么就这个M2的屡创新高 现在已经达到了290多万亿M2 各行各业 头部企业爆雷不断的情况之下 普通人呢 会有什么财产性的收入 可以说连本金能不能保住啊 都是两说 因为现在不管是你投资 你财信托 股票 然后房产 对不对 很多都是在亏本的 所以呢 央行负责人这个表态了 让很多人是毛骨悚然了 那么现在是要把大家杀干扎尽的架势 那么现在可以说 大注意打老百姓的存款了 就是要把韭菜 零根拔起的架势啊 我们知道 现在如果你去银行取款了 银行一般会问你 你取款做什么用 对不对 那么不知所以然的人呢 可能觉得银行是关心你啊 怕你被骗 好心在提醒你 其实你是错了啊 你想多了 那么可以说 这是银行呢 在防范出现挤兑的风险啊 因为很多地方 如果你大规模的提款的话 银行它没那么多流动资金 那么前两天我的节目里面也说了 那么银行就是商业银行啊 放在央行里面的超额储蓄的账户啊 其实它的流动性已经被市场上发行的债券抽干了 所以现在银行转账啊 基本上都没钱了 到了这样一个地步 所以你转账转多了 它会限制你 说白了 它就是怕你挤兑吧 所以现在各大银行都在提防这种挤兑啊 那么现在提倡普通人呢 将储蓄转化成这种债券 所以我们看看啊 你如果真的要向提高普通人的财产性的收入啊 解决的办法不是靠这种渠道啊 应该是通过推动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通过外贸的发展 通过制造业的发展 尤其要出台保护民营经济 保护外资的法律 来制止行政乱收费 制止行政啊 干预市场经济 停止一张红头文就能摧毁一个行业 这样的行为啊 大家看看啊 像教育培训行业 当初于敏红的新东方是翘首的 股价非常之高 市值很高 后来了一张A4纸下来 教培行业一夜覆灭 然后于敏红的新东方呢 股价跌到了高峰时候的5%左右啊 基本上股票跌得非常之低 市值跌没了 后来了好在他及时转型了 通过直播带货 然后呢 把新东方的股价又拉回了高点 那么现在又出台了一个政策 说可以搞教育培训行业了 你说是不是 这样招令膝盖的政府 这样随意变动的政策 你说哪里能让外资让民营经济放心呢 在这里投资 你领导一句话 就把我企业搞死了 把我一个行业搞死了 在这样的地方啊 投资就没有安全可言嘛 对不对 而且呢 在外交上 中国也没有做出实质性的改革 现在可以说还是战狼外交为主打啊 跟伊朗朝鲜俄罗斯等的一些流氓国家打得火热 和美国作对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外资他怎么敢回来 就算你喊破喉咙 你看这次李强啊 在两会上也是喊外资来中国投资 但是谁会来呀 现在终身制搞了 您借着招待会 你也不搞了 那么外资还看不到实际情况吗 可以说聪明的外资早就跑了 这个时候 而且呢 现在中国改革 他的分配制度 可以说是极端的不公平 切蛋糕的人 同时先拿蛋糕 这种情况之下 你政府体制内的人呢 肯定是拿大头嘛 那么民营企业和社会上的一些底层呢 他们拿到非常小 大家看看养老金就知道 城里的一般的体制内的退休人员 基本上都是大几千上万一个月 而农民呢 基本上只有一百零四块钱一个月 这公平吗 这种情况不改变 你指望经济能发展起来 指望消费能起来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啊 现在简单粗暴的将储蓄搬家 鼓励大家去投资债券呢 他不会造就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 反而会让整个社会充满更多的不安 甚至催生动荡 在我看来呢 居民的储蓄转化为债券投资 以增加财产性收入的建议啊 是一种危险的行为 这不仅是忽略了金融市场的复杂性 剥夺了储蓄的基本功能 更会让别人呢 有种你在抢劫的印象 所以我个人认为呢 这种事啊 可以说说还可以 但是千万不能付诸实践 否则的话 你基本上就是坑害中国的老百姓呢 让大家尸骨无存呢 当然中国的经济啊 已经烂到了这种地步 所以他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他能割韭菜肯定也会割的 所以大家如果是有亲友 想投资这种债券的话 用储蓄买的话 千万不要买 那么现在这些债券很多都将是无法兑现的啊 特别是地方债务 一些城头债 可以说未来连利息都还不上 更不要说还你的本金呢 你买了就是给他送钱 而且很多理财产品呢 其实他底层逻辑啊 底层的一些资产了 都是包装的这些城头债 一些烂债啊 包在里面 让你老百姓呢 去买 但是你买了之后 未来爆了一个一个的 你的钱很可能就拿不回来的 所以大家如果是在国内有亲朋好友的朋友啊 想买这种东西的话 一定要谨慎 再谨慎啊 不要把你辛苦的血汗钱呢 去送给他们当韭菜 他你一个谢谢啊 都不会对你说的 在节目的最后来给大家说一个事 那么经过一个月的精心的修编啊 汇集了全球十大顶级华语财经大位的财经文章合集啊 已经完成了编撰 那么文集了总进是200页啊 合计20万字左右 精选汇集了像老蛮 如松 人眼还有陆财主等等一些人近年来的一些文章和会员付费的文章 可以说囊括像财政 然后货币 楼市 债务 产业 外汇 海外资产配置等等一些最新的思考和一些观点 非常有借鉴的意义啊 这些内容呢 都是以前在人眼的会员群里面发过的 所以大家如果支付266块钱每年的会员费来加入这些会员群的话 可以领取一份这样一个电子书 如果不入群的话 你只想购买的话 那么只是166块钱没本啊 欢迎大家来扫码进群来购买来咨询 好 谢谢大家